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到了这个著名的复活节岛 即便是从智利本土飞过来 但还是需要办一份签证 这中间还跨了几个市区 差了好几个小时 这位漂亮的小姐姐是当地人 她是来接我们的 一见面就给我们发那个鲜花编的项链 太漂亮了 太热情了 去酒店的路上一路风光宜人 只是因为岛太小 没一盏茶的功夫就到了 这个酒店呢 就像茅草屋一样的度假村 入住以后放下行李 我们马不停蹄 很快就出去了 看了第一个景点 岛国的天气总是变幻无常 我们出门碰到了一点小雨 来复活节岛 主要是看那个大石头摩埃像 这第一天呢 我们就小事牛刀 看了一下最小的那一批 导游告诉我们精彩 尽在明天 所以我们很期待明天哦 好期待哦 晚饭后天还没黑 我们就去这个首都的镇子里 去转了一圈 实际上是可以步行去的 我们就是步行了十几分钟 来到了那个镇的中心 各式各样岛国风情的建筑 还有这五彩缤纷的涂鸦 这是人工的摩埃像 树立在海边 这是普拉萨 人虽然不多 但是应有尽有 各式各样的吃喝玩乐 潜水运动用具 一应俱全 居然还看到六麻的 太有意思了 这个就是后来复制的摩埃像了 一看就不是原始的 这一尊是大神 全世界都有 回到独家村的时候 夜幕差不多降临了 天越来越黑 但是景色还是那么迷人 期待第二天吧 我看不见了 你看不见了 我看不见了 所以就在这一天 我看不见了 这个是什么 非常好 我看不见了